娱乐圈四位忍者神奇 有这个忍耐力 你们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黄胜一忍者绝行 最近啊谁还没被 再见爱人寺里的杨子的爹味熏呢 小皮孩儿吧 小孩子吧 圣一也不太人情世故 惹他生气可能还能修复 按照我的时差来调整调整 隔着屏幕啊 我的小山大亮巴掌 黄胜一居然忍了杨子17年啊 杨子做的每件事情 都在我的雷点上蹦打 自己凌晨三点睡不着 不关不顾的闯进卧室 吵醒了黄胜一 车上黄胜一和他搭话 杨子化身龙的传人 全都没听见 黄胜一啊 冷得想找件披风 杨子立马拿出毯子 给自己盖上了 做了碗难吃的面 硬是怂恿人家吃 黄胜一还要昧着良心夸他 有时候啊 做人脾气太好 也挺无助的 杨子呢 从来都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 只是把黄胜一当下属 当赚钱的工具 完全不care他的想法 很早之前呢 杨子就把黄胜一的崩溃大哭 当作得意的谈资 他直接推掉了黄胜一和国际影地合作的机会 断了他的飞声之路 仅仅是因为要拍七个月 作为商人的杨子觉得性价比不高 三年前有一部和国际影地合作的片子 但是我其实就推了 我一说要拍七个月 给那么点钱 性价比不行 而在黄胜一参加浪姐时 杨子又帮他接了戏签了约 之后才通知当事人 导致黄胜一荡气相撞 只能缺席排练连轴转了 我录浪姐的时候 也是我武功的时候 还去参加了一个一部戏嘛 然后那部戏也是他们之前接的 接完之后 是被通知的 但是通知了以后 这个合约已经签了 好好的一个女明星 天天被拉去直播间 当人性战装 姐这无语的表情啊 不像是演的 毕竟是真不情愿呢 我不喜欢直播 向左精准概括杨子 他不断地给老婆接戏 不接对的 直接皈依的 所以对杨子来说 婚姻不是个赚钱的工具 老婆才是 杨子化身懂王时 黄胜一只是玩着手指 默默地看着他装 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替他们统计 全世界各国的语言当中 替抜所有人类 用的最多的一个词 重复力最高的就是我 有懂王 杨子是个懂王 杨子大谈特谈 老子的无为 是我们后代理解错了 黄胜一先是中眉疑惑 后来反驳无效 最后这几 顺着杨子的同时 还不忘阴阳一波 挺好的 不管对的错 反正你有些理论 就很厉害 杨子不会真以为 自己和老子孟子 装子兵裂吧 你就别咋唬了 黄胜一对杨子的忍耐程度 不是一般地高啊 杨子说他没人话 理笑都无语了 黄胜一呢 就只是笑笑咯 我说你作为明星来讲 大多数都是没文化的人 你是说黄胜一吗 对啊 成名越早 黄胜一他说你没文化 难道你不生气吗 这真没文化 是不是很生气啊 自己和杨子运动 杨子一直打滑 黄胜一好心直到 却被伤得自尊的杨子 找借口倒打一怕 我是干性的皮肤 我的脚穿上运动鞋也不臭 你们那个穿上运动鞋 就嫌鱼饿 这姐啊 还是笑一笑就算了 即使到了这种 要离婚的地步了 听到杨子那些让人火大的话 黄胜一呢 也只是不认可的别别阻碍 观察室的嘉宾啊 都有一些震惊了 黄胜一真的不打岔 黄胜一不是不知道 杨子的爹味和打压 以前呢 他一张嘴啊 就能模仿对味了 这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 你看这画画的多好 那你先看看我 我跟文艺复兴的作品 你肯定没有太好啊 你有这么老吗 你有这复兴 那这个心底你知道吗 古董啊 不是 我生直吗 我难道不是无价的吗 你还差一点 你要好好修炼一下 我跟你讲 回去多看点书啊 看了书你就深知了 不要那么肤浅 总是穿一个橘黄的裙子 眼睛晃 只是呢 他已经被磨得 没有心力去反抗了 因为我懒得反驳 主要是 和杨子多说一句话 就要更欣慰一点 但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忍着顺从呗 孙力 忍者大成 孙力简直是 黄胜一的翻版 曾经都是星途璀璨 结婚后啊 新妆暗淡 自己的老公都喜欢当爹 但黄磊POA的手段啊 显然是要比杨子更高级 把孙力哄得是团团转啊 早年在节目里啊 黄磊提到和孙力结婚 日子都是朋友算好的 自己就不用单独出钱了 之前我们有一朋友 他说我三月八号结婚 人家算了 说这个日子特别好 他说我跟他说 我说咱俩也结婚嘛 人家算了那日子 我就借着别人算 要不然咱也按他就来 要不你算还得单付钱 对 单托人托马上 黄磊不和孙力拍婚纱照 人家的理由是 今婚再拍更珍贵 结婚没有钻戒 主持人都觉得 孙力被洗脑了 黄磊又开始了 他的实用主义教育 连婚纱照都没有跟孙力拍 我觉得更好的 真的到今婚那一天 俩去拍婚纱照 那个才珍贵 钻戒呢 有吗 没有 你是被他洗脑了 还是压根你就不爱 钻戒看 没有钻戒 没有婚纱 但有酸菜 婚姻酸菜一定没钻戒值钱 孙力自己也被黄磊牵着鼻子走 如果自己的女儿没有婚纱 没有钻戒 孙力会觉得不爽 但如果是自己呢 他就甘之如意 而黄磊就双标的淋漓尽致了 会有点不爽 但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就可以接受 如果想发生在我女儿身上 我可能就 没有婚礼 我就会跟我女儿说 不要嫁给他 连那样的一个仪式感都没有 我认识不对 黄磊就像婚后 在对孙力进行服从心测试一样 在家里那是说一不二 不把孙力的意见当意见 他挺听我的 哪方面听你的 他全听我的 不是说我不尊重他的意见 是因为他没意见 孙力呢 在家里承担起了洗碗的活 黄磊呢 就说他特别爱洗碗 还不愿意让别人帮忙嘞 他还希望孙力就在家里看孩子 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 我老婆喜欢 所以他 他喜欢 他喜欢 特别喜欢 他特喜欢 他自己说他真喜欢 他不允许别人替他洗 看来呀 退圈的孙力是真听话呀 黄磊确实真的很会洗脑 孙力提到恋爱是吵架 是黄磊妥协 可是结婚后 都是自己在妥协 黄磊完全不容反驳 有时呢 孙力觉得自己明明是对的 也会被黄磊带偏 就黄磊自己都提到过呢 孙力指责他 洗碗澡没关灯这事 他倒打一耙 说是孙力记性差 何老师简直就是我的嘴气呀 你要给我洗脑 洗脑 然后然后 他就开始讲我讲我讲我 我到最后会觉得 这件事情好像是真的我有问题了 他说黄磊你有问题 洗完澡不关玉石的灯 我说可是你记性不好 你说我没关灯这个前提就错了 因为你根本没记住 是我没关还是你没关 好像说 多吓人呢 好厉害啊 难怪呢 孙力在节目上会给黄磊提出这样的要求 哎 看来忍的是真的很辛苦啊 郭碧婷 门眼忍者 跟黄胜一和孙力两位忍者不同 郭碧婷的人呢 更多的是对丈夫丢人现眼的无能为力 门前宝地 像是喜剧一炮而红 向左向右向前看 的招牌动作则是因令潮流 而对手演员郭碧婷 在向左的抽象演技前 温如老狗 你想去找他 不 不找他 但以后会是他 外人受不了我们 我们也受不了外人 你的好 我都记得 不管对方如何犯病 都是爱的包容 郭碧婷呢 可没啥奇怪的癖好 这角色呀 他也不想接 可没办法 握了一圈没人演呢 他们在制作这部片的时候 有在考虑试案的角色的时候 有问过我 那我也能说 有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演员的名单 我就他们问了一圈 好像还是希望我来演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总觉得我被算计了感觉 好家伙 这还能为啥呢 其他女演员不仅工伤 事业怕是要被毁了 回成为洗不掉的黑历史 只能老婆来忍受咯 不仅如此 向左的电影宣发 小湘峰大波浪 紧身裤和高跟鞋的结合 让人忍不住想终止服哦 腿短爱不到地 起身也是尴尬 好像苍蝇彩蜜在中风 此时呢 旁边熟视无睹的郭璧婷 被网友形容 和历史人物齐名的隐忍代表 郭璧婷在向家 拿的每一笔钱 都是精神损失费 毕竟呢 向左火了 抬不起头的就是郭璧婷 快去看他的评论区 各种向左的神图 你要是不笑 只能说明 你已经确诊抑郁了 向左除了抽象行为大师 性格也是又巨婴 又脆弱 一破防 比如上P哥 破防了 半路撂挑子了 演技综艺被吵之后隐身了 他对郭璧婷啊 也是这样的 上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届 因为郭璧婷指错路 向左突然一怒破防 飙车把郭璧婷吓到哭了 郭璧婷生完二胎 还在坐月子呢 向左就被狗仔拍到了 大晚上带美女回婚房 面对出轨的传闻 向左也从来不出来解释 为他擦屁股的还是他妈 要合作的电影 不会就是门前宝地吧 而且大晚上的 带姐回婚房的操作 也确实蛮抽象的 但向左的脑回路 确实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郭璧婷应该也不理解 所以呢 向左说自己65岁要去流浪 他同意了 小带在一起 对他的精神状态 应该是有益的 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岁数 65岁去流浪 我老婆也答应了 小S 忍者之王 最后啊 S级家的人者 非小S莫属啊 大小S年轻时的综艺 被考古模仿时 可爱的人平常都怎么走路 就很自然啊 那你就怎么打发线 打发线 这个什么好奇怪的 那打喷屁呢 那放屁呢 放屁怎么办 哎呀我们才不会乱放屁呢 讨厌 不 真的很难想象 两位这么鲜活漂亮 有梗的少女 婚后的生活一塌涂地 尤其是小S 还没结婚呢 就在节目上自爆怀孕了 我本人 怀孕已经三个月了 以为结婚生子能拴住徐亚军 但在小S三次的怀孕期间啊 徐亚军遇遇次被拍到 深夜跟辣妹同行 举止十分暧昧 面对这些桃色新闻 小S一次次帮徐亚军解释 什么夜店大吵 男女靠近一些没什么问题啊 场合音乐非常大声 所以你跟别人讲话 势必就是会交头接耳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 老公经常去夜店 他表示 徐亚军去夜店玩是很正常的 这是他的自由 夜店我以前也爱上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会他的心情 他就是爱跟朋友去夜店喝一杯 然后享受那种感觉 所以对我来说 那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因为我毕竟是他老婆 也不是典狱长 所以我觉得没有资格去控制他的人生 然后设一些什么限制的 桃色新闻甚至闹到了小S的节目上了 当时台湾模特王一平 当着小S和一众嘉宾的面 就说有男人摸他的背 说很光滑 猜了一圈呢 各种提示小S 直接就问是不是他老公 后面就直接假装发飙 把这个话题糊弄过去了 大家一起吃饭 真的很多人 然后说哇 你的背后的那个 摸起来还蛮松 直接摸啊 他吃你大概吃一块 因为很熟 OKOK 然后就很熟 然后就这样摸一摸 哇好嫩哦 很多人都认识 是哦 很多人都认识明星吗 不算是明星 小爱认识啊 胖的还是瘦的 瘦的 哦那就 啊你认识啊 不会是我老公吧 没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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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认识王尹萍 好了 不是那我不存在吗 哎 徐亚军的私生活到底有多乱呢 之前呢 海天盛宴 事件 徐亚军就被拍到在盛宴当中了 被拍到没法洗了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而不是因为八卦和一些行为污蔑了海天盛宴 三亚只是一个很美丽适合度假的地方 你自己瞅瞅啊 这照片里的画风是想去优先度假的吗 就连大S离婚各种吃瓜时啊 徐亚军也被实锤左拥右抱 狗仔还热心的帮忙配上了音乐 曾经的姐夫汪小飞啊 也在帮忙导游 而小S呢 我老公是圈外人 这种事情不会再回应了 徐亚军的私生活不检点 也没啥担当 2013年 徐亚军投资的面包店 胖达人被查出了涉嫌违规 添加人工相亲 和虚假宣传等问题啊 被处罚时 面对孤天盖地的舆论 站出来的 还是人家小S呀 跟大众鞠躬道歉 所以啊 这种男人到底拿来干啥用啊 除此之外呢 徐亚军疑似家暴的传言 让小S忍着身攻更上一层 早在2010年 就有小S被家暴的消息传出来 后面呢 小S带上录制综艺 就更让人怀疑了 还跟吴奇龙玩狗家暴传言 那你被打哭了 不要吓人 不要吓人 去年呢 他动态发了一张蒙着纱布的照片 评论都是在问 是不是又家暴了 大S又解释不是 这张脸跟着你啊 可真是受委屈了呀 也不知道小S是不是有斯德哥尔摩症 徐亚军呢 说一声辛苦了 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呢 徐亚军对他好一点呢 就让他格外的感谢 唉 可能这位忍者已经超脱外物了 而我们此等凡人 只能放下主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